在4月25日举行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流媒体平台Netflix的17部电影包揽了36项提名 最终展获7个奖项 成为当晚最大的影视出品方赢家之一 包揽7个大奖的Netflix 超越了老牌电影工厂迪士尼的5项大奖 从2013年到2020年 Netflix自制片已经捧回8座奥斯卡小金人 加上今年的收获 Netflix已经坐拥15项奥斯卡大奖 其中Netflix自制片曼克狂揽10项提名 成为今年奥斯卡获得提名最多的影片 最终产获两项大奖 同样来自Netflix的蓝调天后也表现不俗 获得5项提名最终获得两个大奖 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蓝调天后 最佳服装设计奖蓝调天后 最佳记录片奖《我的章鱼老师》 最佳实景短片奖《遥远的陌生人》 最佳动画短片奖《无论如何我爱你》 最佳艺术指导奖《慢客》 最佳摄影奖《慢客》 科技公司Netflix近年来成为 好莱坞传统制片厂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通常Netflix通过自制片 或者收购优秀影片的版权 来吸引更多用户订阅自家平台 疫情之下的居家隔离状态 让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受益 影院关门 流媒体平台成为了消费者 观看影视剧的主要渠道 去年Netflix股价大涨66% 但是今年以来 Netflix股价下滑了6% 其在一季度财报中表示 持续的疫情让公司 不得不推迟一些影视剧的上映